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呢 不管你是招法也好 功法也好 老巴掌都是核心 你急练呢 它就是偏向于记忆机 缓练呢 就偏向于养生 然后呢 就是通过练习老巴掌 你可以练出八块掌最核心的功夫 你像咱们之前所了解的啊 什么粘粘连随 走穿拧翻 扳批劲 这些等等等等 在实战记忆当中经常用到的招法和劲力 它都可以练出来 然后呢 你可能会觉得老巴掌啊 看上去比基本功简单 其实并不然 基本功呢 是建立在老巴掌的基础之上 用来开发身体最大限度的这个活动能力的 它是为了强化这个核心训练的 老巴掌是核心功法 但是呢 它跟基本功在练习的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不同的角度来入手 老巴掌呢 是从身体的生理功能入手 用来开发你身体最大的潜能 基本功呢 是从你的生理机能入手来开发身体的潜能 这两者啊 是相互相成的 咱们要说的就是 成快八号掌里面 老巴掌里面的第一掌 它的名字叫夏沉掌 夏沉掌呢 是汤泥布 歪寇布和走圈为主的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夏沉掌 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夏沉掌的细节啊 就是你可能看上去它很简单 但实际上呢 它有很多的细节要求的 比如咱们一家沉讲的 虚灵顶进 这一点非常重要 周身皆松 唯有一虚灵 从这一点下去 身体永远都是松的 八号掌呢 有八号掌的规矩 首先两脚前后 以人字性站立 我在侧面啊 以人字性站立 然后两个腿同时内旋 这是咱们先说定式 前脚微微内扣 后腿微微内扣 通过旋拧 身体呢 就有一个自然的支撑力 这个时候身体啊 是非常松的 你看 一点力量都没有牵挂 而且你的重心呢 是沿着这个大腿 流到外面去的 你身上是不吃劲的 身上是非常放松 而且还保持弹性 夏沉掌呢 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走圈 走圈的时候 夏沉掌的姿势 里圈脚 就是咱们靠近圈心的这只脚 咱们呢 以这个黄色的这个标杆啊 代表这个圈心 咱们围绕它走 里圈脚直汤 外圈脚呢 摩擦着里边这条腿 内侧 然后前进的时候微微内扣 然后旋转重心 以脊柱为轴 这个时候啊 身体啊 不能弯腰 也不能后仰 也不能左腰右摆 你要做到立身中正 以脊柱 这个轴致线为主 在这个基础之上 里圈脚直汤 外圈脚摩擦着前面这条腿的内侧 然后汤出 汤的时候前脚微微内扣 身体呢 要放松 保持你的重心 要立身中正 走起来 然后走完之后收拾 这个呢 是夏沉掌 下面啊 我们来具体说一下这个夏沉掌练习方法 它跟基本功不一样 基本功呢 你是按照祖术 每组有多少个 这样来练的 夏沉掌呢 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动作要领正确 在这个基础之上 循序渐进 适当的来加长时间 开始的话呢 5分钟 10分钟 这样慢慢来累积 就是在你能够保证动作要领正确的前提下 你要想练出功夫 你可以循序渐进的根据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 适当的来加长时间 我们正常标准的话 就是想练出功夫 大约的时间是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呢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定时间 夏沉掌啊 简单一学 而且呢 它的用法啊 也非常的简单 变化丰富 我们呢 就来举其中的一个例子 首先啊 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 你会遇到很多种情况 就是当对方给你造成锁骨以下 任何攻击 你都可以用这个下针掌来应对 比如其中一种 让对方失去重心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因为下针掌啊 你是在移动当中用的 这个时候我也可以用下针掌这个技术 我前进 我去撞击 这个你的体重加上你的重心这个撞击力很大的 也可以给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个呢 就是下针掌的应用 接下来呢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下针掌的辨识用法 首先呢 就是说 下针掌不见得只有一种用法 比如咱们还用刚才的这个方式来说 当对方对我构成威胁时 我不一定非得把对方让到下面来 然后我再处理 实际上呢 就是说 当对方在要形成 或者快要形成这个结构的时候 我在这个对方未形成结构之前 我就可以对对方造成攻击 这种辨识 如果对方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啊 他的力量很大 我可以把对方让出去 咱们之间提到过的一个工法叫妈眉手 这个很有特点 去扶对方的眼眉 也可以给对方造成伤害 然后呢 是下针掌啊 这是其中的一个用法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就是同样当对方这一下的时候 对方力量本来已经很大了啊 我呢 不能跟对方抵抗 我呢 需要把对方让出去 同时我需要下针掌这个蓄力的方式 通过圆改变对方的路径 然后我有一个用身体去撞击对方 这是一个方法 当我撞击对方的时候 对方的力量很大 我撞不动怎么办 这个时候 对 我撞不动了 然后看啊 对方另外一只手来威胁我了 我呢 同样也不要跟对方交戒 滚动身体 沿着对方给我的这个方向 向下撩掌 行不撩一 这是行不撩一的一个辨识 但是呢 它是基于这个下沉掌 这个基础之上 对方让我变化造成的 这个行不撩一 所以说 老巴掌 就是咱们这个下沉掌 它的应用 它的变化方式非常的丰富 它既是功法的核心 也是招法的核心